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太陽系 先介紹的東西叫做太陽 太陽 上面數字不用背 太陽有多大 太陽多重都不用背 你只要記得 這個46億有人問過 46億有人問過 所以只要其他年齡 有46宇宙我們前面交過了 其他都不用背它 太陽 有個兩長大的引力 撲著一些東西 到它的旋轉 有撲著 然後裡面的成員有行星 有衛星 有小行星 有衛星 然後構成所謂的太陽系 操的時候緊操 持續操 牆上有英文 一個中文 繪一個英文 你操持續操 說個中英文就 沒有對在一起 好 太陽有個強大的引力 帶著一堆成員 到它的旋轉 形成所謂的太陽系 現在裡面有行星 有衛星 有小行星 有衛星 我們後面都會交 然後其中衛星 除了到太陽轉之外 也會到行星轉 太陽系是宇宙 獨一無二的名詞 就我們這個玩樂 叫做太陽系 沒有類似的名詞 因為我們講過 人類到最近才看到幾百顆系外行星 所以別的恆星 旁邊有什麼我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說會不會有名字 不會有名字 所以別人有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名字 只有我們有名字 我們叫做太陽系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到底有哪些玩樂 太陽 它也是主要是氫跟氦 然後講過太陽是恆星 恆星會發光發熱 前面教過恆星為何會發光發熱 因為自己什麼反應 核融核 我們國中都只教到氫融合成 太陽 所以呢 太陽的 太陽它 在裡面進行和氦和反應 然後發光發熱 內部溫度很高 上千萬度 表面溫度比較低 五六千度 所以它是個黃顏色的星球 OK 所以太陽 主要成分是氫和氦 然後呢 在進行和氦和反應 氫融合成氦 然後呢 表面溫度呢 五六千度 基本上太陽的能量散出去的時候 只有一點點到達地球表面 以太陽的眼光看 它像四周散熱 只有一點點到達地球表面 可是對一點點 對地球而言 幾乎是全部 地球上的東西的能量 數到最後 幾乎全部都來自太陽 除了基礎住在很深很深的海底 在很深的洞穴裡面之外 牛吃草 草要行光和作用才能夠長大 所以牛的能量 直到草 直到太陽 你吃肉 你吃肉 你吃了豬肉 肉給你能量 可是那個豬 也要吃東西 然後也要吃到米湯 然後那個米湯 什麼東西 S到哪裡 S到太陽 所以 太陽的酒 是我們全部的能量的來源 所以它只有 對太陽也是一點點 但對我們研究上說幾乎是全部 好 太陽 按照現在的情況 發光發熱已經很久了 好 因為我們看到 31年前 就有液態水的東西存在 表示了它沒有太熱 太熱水就變成水蒸氣 也沒有太冷 太冷你會結成冰 所以就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已經很久了 所以太陽 用現代速率 發光發熱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們估計 太陽可以再發光51年 然後它就會死翹翹 就變成紅巨星 變得好大一隻 把地球蹲進去 第二就再見 Sayyana 這件事情 你完全不用擔心 51年以後 你絕對活不了那麼久 不要說你啊 你的孫子 你的孫子 數一百隻眼 數不到那麼久 你的真摯 真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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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數一百隻眼 活不到那麼久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反正 估計它們會再活51年 好 但是表示太陽 用現代的情況 發光發熱已經很久了 太陽的物質 比較熱 看看就好了 這個東西現在不重要 現在喜歡講太陽閃夜 這是以前的 熱 太陽 熱 好 太陽表面所噴發出來的東西呢 叫做日耳 叫做日耳 好 那這邊有個圖 下方呢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圖 下方是個比較完整的圖 上方呢 是放大 這有個地球 看到嗎 這叫地球 看到嗎 這叫地球 這叫做比利時 這叫比利時 告訴你 它有多大 OK 日耳 基本上日耳 它就是太陽的活動 會分發出一些東西 然後有一些磁場的變化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磁場就會破壞 還干擾到地球的無線電通訊 摩海道 太陽會分發出很多的高速的帶電力 然後太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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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有個當初心中暗爽30秒 太陽風 吹到地球 會受到磁場作用 飄向南北 激發了你的空氣 然後產生光芒 叫做極光 這名學者考過 所以心中暗爽30秒 因為課本其實沒有交代清楚 但是我上課有交 我的學生應該會 他是受地球磁場 下學期的理化會交 然後帶電的東西穿過磁場的時候 會受力 會偏向 這是下學期理化交的 所以告訴你說 太陽風 帶電力子 進到地球 受地球磁場的作用 偏向南北 以及激發空氣 展身極光 天空的霓虹燈 有霓虹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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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知道一下 所以我告訴你說他受誰眼 受地球磁場的影響 OK 好 極光 天空的霓虹燈 所以 那是 我會以為你進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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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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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